好,我们解说一下这个自信对战老K的一个对战 我们做的细一点 我们暂停一下,来一波技术分析 现在自信的八神在地面上是一个蹲防状态 然后老K的八神选择空中的压制 这个时候如果老K八神跳地的话 落地的时候就会被自信偷一波下盘 但是相反,八神的跳C是重拳先落地,身体后找地 这样如果自信想偷老K的下盘 就会被老K打一波高伤害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续 好,这样被老K打了一波奎花的四连,五连伤害 下必在一段小奎花,但是自信抢招发个波 这时候自信的压制兄弟们看看 他也是选择跳C,打三段小奎花 我们再做一波技术分析 就是老K八神起身的一瞬间 他会预判对手,你要怎么打我,是不是要跳抓 所以说老K起身觉得对手会跳跃消风 想通过偷下盘来缓解这个压制 结果自信这次还是选择跳C 所以说老K八神被一套打晕 对,这样一下就会被打晕 每次八神跳跃的时候选择跳C 对手下盘偷不到你 相反会被你直接带着 这一波老K的八神也是吃了这个亏 我们看看老K二发的大猪 前面的技术讲解如果大家喜欢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小伙儿以后就这么干,我能学到东西 或者说我们就不暂停,直接说 大猪落地的时候想抢这个摇摇乐 因为八神的战壁是有优先权抢招 战壁消风,大猪也要晕 不晕现在也要被打成残血 发个步骤 刚才可以跟大葵花 自信打的也是非常保守 选择了一个攻守兼备的套路 控制好身位 不断的给你拼血 你看打的非常有心得 而且最后呢看大猪血少 用一个跳轻拳 咔把大猪就对死了 哎三颗气的大门有多么恐怖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老K的大门 00后的自信呢 真是 应该说是小伙子还是太年轻 年轻有为的 这接下来个兰之山 每一颗气都力无虚发 争取大众对手 每一个致命的点 扣重腿下重腿 然后被打了一个小风 这必须霸这女 因为霸神三颗气 不用白不用 还求一波高伤害 下场没有拖到 老K选择一个起跳 原地起跳 躲过波动之后 用一个平A 封死霸神 然后见到这个自信的 神乐千鹤 大门打神乐或者玛丽打神乐 都有一个近身啊 只要近身就非常难受 神乐基本上就不会被秒 好的 这个复合指令没有打到 主持拍你啊 能量伞 用一个3463C复合 对手跳了就会出头 让步 不跳就天地反 来了 这个蓝之山 背一亮灯 然后第三段切出反 假阵阵阵 瞬间爆炸 这让老K轻松见到了 自信的大门 现在是打八神一个蓝之山 打神乐一个蓝之山 已经吃了两个蓝之山了 我们看第五回合 到底能吃几个蓝之山 大门马上两颗芡 夸一个小跑 又是个蓝之山 光光就一顿吃 吃这顿喝的 怎么说 大挑虚火再来 哎真的 这四个能量 一个都没浪费啊 兄弟们 就吃了满满灯灯的 C的嘎嘎满 自己给自信打的 默默的啊 但是兄弟们 说实话话说回来啊 昨天自信打得非常好 差一点把老K就赢了 最终的比分呢 是8比10啊 老K显身自信 为这么年轻有为的 后生啊 我们感觉非常的 舒服